因为主唱TVB电视剧《使徒行者》主题曲 越南越爱爆红的女歌手吴若曦 2月1号与绯闻男友兼公司同事郑俊宏出席公开活动 两人更穿上赛车服现场演唱 郑俊宏表示对跟吴若曦也传绯闻感到莫名其妙 幸亏没有影响两人关系 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什么的特别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同事朋友的关系 所以有传绯闻都莫名其妙的 但是我也觉得没问题 因为也没有影响我们两个的关系 也是很好 可以一起工作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一起可以赚钱 跟他一起合作也是很开心很舒服的 其实活动举行之时 吴若曦跟郑俊宏的绯闻已经成为过去式 最新的一桩是吴若曦突然富贵 买了一辆红色的跑车 但车主的姓名却不是他本人 怀疑他被别人包养 吴若曦解释那辆车是自己以公司名义买下 而登记的车主名字就是帮自己打理公司的会计 大家不是男女朋友身份 而最近更加让他头疼的绯闻 试声传让他搭上一名57岁的富豪男友 其实他是我一帮朋友的其中一个朋友而已 那其实我跟他 我跟他的关系其实我之前都回应了很多次 就是朋友那只见过几次而已 但是我发现我回应完都是大家好像听不到那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择不回应了 之后再有其他的问题 我就不会再回应了 一次过回应完我就不会再回应了 当天吴若曦在演唱洗脑曲《越难越爱》的时候 现场的音响一共发生了四次故障 最后吴若曦干脆坚持轻唱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 他最近的运气确实不怎么样 除了涉嫌包养买车和搭上年老男友之外 他还被传因为感情受挫 一口气吞下了十几颗安眠药自杀 可惜最后睡到自然醒 他们传自杀 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情绪病 那我很久之前也有讲过 那时候服药不是特意的去想自杀 纯粹因为情绪病令到自己睡得不太好 那很多事情都是很悲观 但是那段时间已经过了 而且是不关感情的事情 那阵子自己的身体又不好 工作量又大减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 或者是我的生活应该是最重要的 家人是最重要的 突然间有那样打击 令到自己好像不太敢面对 那阵子的情绪病是蛮严重的 那当然很快知道自己不太好的习惯 然后就会去看医生 因为既然吃安眠药 也不是好的习惯 那我就看情绪科医生 然后吃一些情绪科的药 然后就半年之后就痊愈了 你就不用再去看医生这样子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 对我来说